過年返鄉副總統也不例外 一早就先到金山廟宇參拜 順便跟鄉親拜早年 萬里老家門口也換上新春蓮 我非常誠懇的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新年快樂 不過賴清德今年的過年 跟往年不太一樣 法谷山壯中 總統不去改他去 今年總統在公事繁忙 所以特別請我代表他 前往法谷山參加今年的活動 那這公事繁忙 是不是也包含了內閣改組 國際複雜的情勢 或是國內的各項挑戰 並沒有因為年節 而有燒毀的停止 剛好適逢內閣改組 這部分也應該是 他當前非常重要的工作 內閣改組這屬於 蔡英文總統的權責 我們充分尊重 畢竟內閣改組 真的是眼下當務之急 瞧瞧總統走春行程 緊到初三 初四後勢必的密集 徵詢內閣人士 但心隔魁要找誰 儘管陳建仁呼聲高 據悉本人意願低 而若是顧立雄 這國安體系勢必也得跟著動 至於蘇家全其侄子 蘇正清官司纏身 黨內因無法接受 我們尊重總統的安排與規劃 甚至不排除也有黑馬的可能啊 綠營立委話說得保守 但現在卻也傳出 如果真的催不老 有沒有可能賴清得自己 撩落去副總統兼格魁 因為1996年 時任總統的李登輝 曾經指派連戰過 不過卻也引發 在野黨反彈 有多位立法委員向大法官申請解釋 大法官其後做成了 四字419號解釋 雖然呢 認為說這個是非顯然不相容 但是也提出了說 這個與憲政體制 其實是有違背的 副總統兼格魁 這條路肯定心不通 TV對新闻 洪富華去換柔 台報到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